夫妻喝醉在饮料店门口大闹 警方到场想不到抱着妻子的男子 竟破口飙骂还周急园警 被园警喷辣椒睡压制在地 但男子还在暖 志愿警力到场将最难包围压地 但只见他怎么样就是不肯就范 不断挣扎拉扯园警 不止男子醉醺醺醺被压制 他的太太也忙到不像样 被园警带回派出所 还整个人跌出警车 想不到事后女子发现身上多处擦错伤 衣服破损 气得控诉警方施暴执法过当 不过监视器一调又够瞎 这些伤全是他的先生喝酒醉 在棋楼一路拖行太太拖出来的 过程中警方实施管束 并待反所内调查 均符合警执法相关规定 酒醉袭警还反控警察 监视器秘鲁器还原一切 夫妻喝忙闹进警局 这下还得吃上 妨害公务罪 记者李琴黄玉兰新闻事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下期待的情况下 我们下期待下期再见 请进行赞订阅